我們的看法是賴副總統優先 讓他來承擔這個責任 我想這個想法是在之前就形成的 賴副總統正式宣布 我也在第一時間表達全力支持 在敗選之後 我們有很多深刻的對話跟檢討 都認為說民進黨需要 形成一個新的黨的團隊 因此我們的看法是賴副總統優先 讓他來承擔這個責任 我想這個想法是在之前就形成的 賴副總統正式宣布 我也在第一時間表達全力支持 從各方面加以協助 畢竟一個政黨的生命 在於人民的支持 要重建一個政黨的信賴度 提高人民的支持度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步都要非常謹慎 我們希望賴副總統既然已經公開的宣布 會在12到16號黨主席的登記參選 他會去登記 那我想我們就全力支持 我相信也只會有一組候選人 是不是之前有打過電話給賴副總統 我們有幾次對話 那也有比較深刻的討論 那我想這個時間點 民進黨人需要更大的團結 需要能夠讓黨的團隊 能夠快速的變換隊形 形成一個能夠因應 未來一年挑戰的團隊 市長是不是有感覺到 未來有更大的使命在等待你 管事隔魁啦或等等其他的要求 我想現在我就是把兩個工作做好 第一個是市長的這個任期的交接 第二個是敗選的這個檢討 各方面的意見要讓他呈現